大家好,我是Stan Listrapin成员恩切 在工作人员的物品上贴贴纸的事情曝光后 引发了部分网友们的不满 9月1号,有网友在韩国各大论坛 分享了几位Listrapin工作人员发布的IG线动 在截图中可以看到 工作人员的MacBook喷雾器保安杯的物品上 贴上了印有Listrapin Mini 4G Crazy字样 和红文且照片的贴纸 对此,工作人员们纷纷留言表示 对恩切的可爱行为感到喜爱 例如,一不注意就被占领了 恩切啊,祝你幸福 笔记本上全是恩切的痕迹 Crazy请多多关注 Fit恩切的痕迹 但是Listrapin工作人员的这些IG线动 就被一些有心人士任意解读成 恩切未经同意 擅自把贴纸贴到工作人员的物品上 强行宣传了兴趣 工作人员好可怜 结果就真的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留言 看起来工作人员故意上传这些内容了吧 可可可,因为不能直接说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于Stanley勉强可以接受 但在MacBook上贴贴纸真的太过分了 这样的行为真的显得智商很低 感觉像是小学生的水平 看起来恩切真的把周围工作人员的哄台当做真心了 但实际上工作人员只是为了生计 才对艺人们说好听的话 即使心里不舒服也只能忍着 毕竟他们也只是上班族而已 不过也是有很多正常的网友们表示 这明明就是关系好的工作人员 开心地分享的一片贴文而已 为什么要抓着这些小事来批评呢 对一个小孩子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又开始了韩国悠久的传统抹黑女爱豆这些疯子们 Liz Lepin真的被物理攻击得太厉害了 到底要有多嫉妒才能这么激烈地表现出这种愤怒 对于这件事感到不舒服的人 是不是根本不看其他新闻呢 如果这点小事都能让你不舒服 那生活的也真是太安逸了吧 说实话 不是人身攻击的批评外表批评畅空什么的 见仁见智 每个人的意见可能都不一样 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就是有些吃饱饭没吃做的时间比尔盖茨们 擅自造谣别人的事情 拼了命的想要带风向 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 只会秀出你的低能而已 努力看别人的长处 不要只盯着别人的短处 还是那句话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理性的追信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Liz Lepin 继续走话 BIG BANG成员 基地太阳铁操合体了 8月30号到9月1号 太阳在首尔欧林匹克厅举行了演唱会 这是太阳前年来首次举行的个人演唱会 在演出首日 太阳在NUMUL PUNIN PAPO舞台的尾声 惊喜登场激起了粉丝的热烈欢呼 NUMUL PUNIN PAPO是2006年8月发新的 BIG BANG出道单曲中的收录曲 太阳表示 NUMUL PUNIN PAPO舞台这么久之后 再次演唱这首歌 感触颇深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当天 太阳与太阳一起演唱了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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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ASTIC BABY WE LIKE TO PARTY 然后在演唱会最后一天 与前一天相同 太阳作为嘉宾登场 同时在观众席上的吉迪也登上了舞台 三人一起演唱了 WE LIKE TO PARTY 吉迪与太阳也演唱了 吉迪与太阳的GOOD BOY 展现了依旧的自信与风采 并在舞台结尾时 吉迪拥抱了太阳 给粉丝们带来了感动 该舞台的影片 在韩国各大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获得了数百万次的观看 据了解 吉迪是受邀来到现场观看了演唱会 但是太阳和铁层在上台表演前 随口说了一句 如果想上来就上来吧 随后吉迪就中途加入参与了演出 实际上在演唱会现场 天阳与铁层汉吉迪一起表演时说道 我在休息室里说过 别犹豫了上来吧 但吉迪的回答很含糊 只说了看情况吧 结果他真的上台了 对此吉迪表示 我自己也没想到会上台 昨天开始这两位已经表演过了 如果我不上台的话 感觉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坏的人 所以最后还是上来了 结果一上来就吃掉了舞台 给现在的K-pop界下马威了 就是太帅了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没有排练就直接上场 竟然还做到这种程度 真是太厉害了 看到三个人在一起 真的太好了 拜托三个人以便回归吧 太阳拉着吉迪的手 一边护着他 一边带他走 真是太感动了 七年后再次站上舞台 但是 但是 哇 就这一个舞台 就把现今的K-pop全都斩压了 真的那种气场 那种感觉就像是不同的次元 因为这七年的空白期太长了 我曾经以为即使吉迪回归 也不会像以前一样 但这支影片彻底打消了我的想法 它依然是我们国家 阴影为豪的超级巨星 真的 昨天在看影片的时候 真的全身都起了鸡皮嘎当 坐等吉迪的回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视频是否判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